今天的福音书出自马太福音第一章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魏的后裔 以下是他的家族 亚伯拉罕生以萨 以萨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 犹大和塔玛和塔玛生巴勒斯和谢拉 巴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蓝 蓝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萨门 萨门和拉荷生伯阿斯 伯阿斯和路德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稽 耶稽生大魏王 大魏和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伯安 罗伯安生亚比亚 亚比亚生亚萨 亚萨生约萨法 约萨法生约南 约南生乌基亚 乌基亚生约坦 约坦生亚哈斯 亚哈斯生西西加 西西加生马拉西 马拉西生亚门 亚门生约基亚 约基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 那时以色列人被掩抹到巴比伦 被掩到巴比伦以后 耶哥尼亚生萨拉西 萨拉西生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生亚比玉 亚比玉生以利亚军 以利亚军生亚索 亚索亚索生萨都 萨都生亚金 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沙 以利亚沙生马旦 马旦生亚各 亚各生约瑟 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被称为基督的耶稣 就是玛利亚生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 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贝鲁到巴比伦 也是十四代 从贝鲁至巴比伦 到耶稣降生 也是十四代 这是主的福音 赞美主基督 来 请坐 那弟兄姊妹 朋友们 主日平安 那我刚才说过 今天是教会年历的 一个第一个主日 教会年历 从这个将临期开始 将临期 英文是Advance 是什么意思 Advance的意思是什么 Coming 是到来 谁要到来 耶稣基督要到来 所以这就是在将临期的四个星期 我们所要做的是 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安静下我们的心 等候庆祝耶稣基督在2000年的诞生 同时 做基督徒的 做基督徒的 我们还要知道 在将临期 包括在圣诞节期 我们还要做的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停停等待 耶稣基督的再来 耶稣2000多年前 在国立恒诞生 有一天 耶稣还要再来 所以这就是 在将临期 在圣诞节期 我们要做的是 庆祝耶稣 2000多年前的诞生 还有 请请等待 耶稣基督的再来 那今天的福音经文 是出自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们读了 第一节到第17节 是什么 耶稣的家土 从亚伯拉上开始 一直到约瑟和玛利亚 一代又一代人 上帝的恩典 与他们同在 当我们听一下 思考一下 耶稣的家土 我们就能 从中了解到 耶稣基督 诞生的意义是什么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要做什么样的事 他的再来 对我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 那这个 耶稣的家土 总共有多少站着 四三个站人 对不对 有些名字 我们都听过 你们都很熟悉 但是有些名字 你们可能第一次听说 很不熟悉 我是做牧师的 里边的很多的名字 我都不熟悉 但是呢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 耶稣的家土的 这个最后的一句话 OK 那个十四代 是三个十四代 除了三个十四代 我们可以知道 耶稣基督来到 这个世上的目的 和意义是什么 那你看 这个 马太福音 一到十七节 最后总结 把耶稣的家土 讲完以后 罗列完以后呢 就这样来 结束的 说 从亚伯拉罕 到大卫 共有十四代 OK 这是第一个 十四代 从亚伯拉罕 到大卫 那亚伯拉罕是谁 大家都知道 亚伯拉罕 在世的时候 对不对 世界上的各族的 所有的民族 都是多神论者 他们都都拜了一下 亚伯拉罕 是第一个 听到上帝的呼召 开始敬拜 独一的 创造天地万物的 真神的人 当耶和华上帝 呼召 亚伯拉罕 当时他的名字 还叫亚伯拉罕的时候 耶和华上帝 跟亚伯拉罕 有这样的应许说 你要离开 你的家乡亲族 和父亲的家 到我指示 你的地方去 我必使你成为大博 我必赐福给你 使你名声远拨 你必成为别人的祝福 世人万族 必因你而蒙福 世上的万族 必因你而蒙福 想一想 耶和华上帝 当初呼召 亚伯拉罕 和他的妻子 萨拉的时候 他们无耳无女 亚伯拉罕已经多少岁了 75岁 过了生命的年龙 但是 耶和华上帝 给他应许说 我必使你成为大博 我必赐福给你 使你名声远拨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是在什么时候呢 大约是在 祖前 也就是耶稣基督诞生前 2166年 这个应许 有一部分的应许 在什么时候实现呢 在1000年以后 大卫 做犹太人王的时候实现 看一看 亚伯拉罕 的年代 大约是 2166 祖前2166年 大卫做王的时候 大约是祖前 1000年 也就是说 大约 在1000 上帝 用1000年的时间 来部分的实现了 他对大卫的应许 因为大卫的 做王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以色列的12个支派 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 以色列的 这个国势 达到了鼎盛的时期 所以在大卫的时候 哇 真的是 亚伯拉罕的后代 以色列人 成为了大国 以色列 作为上帝的选民 这个民族 声名远播 对不对 但是 大卫 并不是 以色列的 历史的 辉煌的底峰 OK 现在的犹太人 回顾 以色列人 那里说 哦 大卫在亡的时候 那我们可是 很兴盛了 但是 我们看一看 以色列 上帝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大卫在世的时候 尽管以色列的 作为一个民族 作为一个国家 达到了 鼎盛 国是鼎盛的时期 但是上帝的应许 还没有完全实现 为什么 因为大卫是亡的时候 以色列人 还在和外邦人打仗 OK 在以色列人 和外邦人之间 还是有隔阂 有矛盾 有冲突 所以 即便 大卫作王的时候 世上的万族 必因以色列 必因亚伯拉罕的 这个后裔 必因以色列 要蒙夫这个应许 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对不对 那么再看第二个十四代 从大卫 贝鲁至巴比伦 也是十四代 大卫是以色列 最伟大的君王 但是我说过 即便大卫 登在这个 坐在以色列的 这个王座上的时候 以色列的历史 并没有感到顶峰 为什么 因为大卫作王的时候 耶和华上帝给了大卫 和大卫和他的家族 立了这样一个约 说 耶和华上帝对大卫说 你寿终正寝 与祖先同眠之后 我必立你的后裔 接替你的王位 使你江山 使他江山稳固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圣殿 我必使他的王位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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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永远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 永远建立 你的王位 必永远稳固 让我们看一下 好像 耶和华上帝 给大卫的这个应许 指的是 接替大卫 做以色列的王的 所罗门 对不对 因为所罗门 耶稣 大卫死了以后 所罗门 登基 成为以色列人的王 所罗门 为耶和华上帝 建造了圣殿 你看一下 好像 上帝和大卫 立的这个约 上帝给大卫的应许 好像指的是所罗门 但是是吗 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所罗门也死了 所罗门死了以后 以色列这个国 就一分为二 北国 以色列 南国 犹大 对不对 这个应许 上帝给大卫的应许说 你的王位 必永远稳固 稳固了吗 大卫的王位 王国一分为二 大卫的王座也分裂了 对不对 这个应许实现了吗 这个应许并没有实现 所以说 上帝给大卫的应许 不是指的所罗门 而是指的大卫的其中的 大卫的一个后裔 那么上帝给大卫 许说 你的家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 永远建立 你的王位 必然稳固 但是我说了 所罗门死了以后 以色列这个国 一分为二 然后呢 北国和南国 都背弃了 一号化上帝 北国以色列 在722年的时候 主权722年的时候 被亚述灭了 对不对 南国 在主权586 587年的时候 被巴比伦灭了 巴比伦攻陷了耶路上 把这个犹大 把犹太人 都努掠到 巴比伦的这个王国里去了 那么再看一下 上帝给大卫的应许实现了吗 不仅没有实现 而且这个应许好像 落空了 对不对 因为 主权 主权586年的时候 从此以后 王 大卫的王 有没有一个人 这个在这个 在耶路上 里做王呢 没有 但是 上帝的应许 永远不会落空 上帝给大卫的这个应许 指的是 上帝将来有一天 要差遣来 拯救 失去了 家国 失去了 这个民族的独立的 以色列人的那一位 以赛亚 OK 那么再看 所以说大卫到 所罗 到这个巴比伦贝鲁 就是 以色列的国士 从鼎盛 一直 衰落 到低谷 到黑暗的 阴谷的这个时间 但是这并不是 以色列的这个 厄运的结束 土难的结束 再看 从巴比伦 一直到耶稣降生 也是实施在 在这个时间内的 以色列人怎么呢 以色列人 受外邦人的统治 对不对 先受巴比伦的统治 然后受波斯人的统治 然后受希腊人的统治 在 依赐比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以色列是可以统治的 受罗马人的统治 所以 以色列人 在这个586年 失去了 他们的这个首都 失去了国家 圣殿被毁以后 一直处在 水生活之中 那我们想一想 上帝 耶和华上帝 当年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到哪里去了 我要使你声明远播 我要让你的国为大 然后说 因为你和你的后代 世界上的万民 都能受祝福 这个祝福 这个运气到哪里去了 再想一想 耶和华上帝 给大魏的运气 说你和你的后帝的 这个王位 必永远坚固 这个运气到哪里去了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给大魏的应许 好像裸空 但是 上帝 世世 上帝 与世世代代的 以色列人同在 不仅仅是在以色列 国事兴盛的时候 与以色列同在 赐给以色列 这个土地 对不对 加兰这个米地 赐给他们王位 赐给他们宣传 而且 耶和华上帝 和 以色列民众 在灾难的时候 同在 当以色列的 这个民族 受外邦人的欺压 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耶和华上帝 又通过兼支 给了以色列人 这样一个应许 这是记载在 以赛亚书第九章 六道七节说 必有一个婴儿 为我们诞生 有一个孩子 要赐给我们 他必统治我们 他必 他被称为 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上帝 永存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国 必长治久安 想想 上帝当年 给大卫的问题 他的国 必长治久安 他必坐在 大卫的宝座上 以公义和 以公平和公义 治国 使国家有助 在圣诞节的期间 尤其是在圣诞夜的时候 我们读 这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 是什么 是弥赛亚的预言 以色列人 受苦受难 对吧 五百多年 从五百八十六年 失去了这个国家 一直到耶稣诞生 大概五百多年 受苦受难 处在水深国家之中 好像似乎是 希望渺茫 上帝给了他们 这样一个 弥赛亚的用试 那上帝要赐给的 那个婴儿是谁呢 就是 在国立衡 诞生的耶稣基督 诞生的耶稣基督 不是一个 普通通的小孩子 他是被称为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上帝 想一想 我们庆祝 在伯利恒诞生的 那个婴儿是 全能的上帝 永存的父意思说 他和永存的父 他和天父 同权同荣 对不对 他是和平的君 他的国必长迟 长迟久安 指的是什么 耶稣在世上 所开启的上帝的国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个由耶稣的家族的 这三个十四代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以色列人的历史 从亚伯拉罕开始 一直到耶稣的诞生 其实都是指向 耶稣基督的 你看 说一个亚伯拉罕 对吧 到大位 十四代 那么十四是什么呢 是两个七 对不对 从大位到贝鲁 以色列人贝鲁 到巴比伦 十四代 那第二个十四代 是第三个 和第七个七代 从巴比伦的贝� 一直到耶稣诞生来的 又是第三个十四代 三个十四代 是指那么 其实是六个七代 七代叫什么 从贝鲁 对吧 一直到耶稣诞生来的 又是第三个十四代 三个十四代 是指那么 其实是六个七代 七代代表什么 七在圣经里 这个处字 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代表着完美 完全 圆满 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二章 说上帝用六天时间 创造了天地万物 第七天 上帝接了他的功 让那一日成为圣日 所以七代表着完全完满 那么耶稣的诞生 就是第七个 七道的参与 也就是说 尽管以色列的历史 充满了祈福 充满了失败 充满了荣耀 充满了羞辱 充满了血泪 但是上帝的目的 永远不会受挫 上帝拯救以色列人 上帝赐下 这个弥赛亚 要来救赎人类的这个计划 永远不会受挫 而会圆满地完成 这就是耶稣基督 诞生的意义 再看那个七 在圣经新约里 耶稣被称为大魏的后裔 大魏的儿子 大魏的儿子 那个词意思是什么呢 大魏的儿子在耶稣的里面 到底指的什么 就是指的 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 尼赛亚 那有圣经学者研究说 大魏这个名字的 西班牙文的这个数字 它有三个字母 对吧 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字 都有一个数字 把这三个数字加起来 是和什么 是七 所以说 耶稣的家族 那三个十四代 指向了耶稣基督 对 所以呢 整个的人类的历史 从亚伯拉罕 一个就是诞生 其实是上帝 为 耶稣基督的诞生 来做准备 那我们再看 还可以看 耶稣来了 他作为 在圣经旧约 对吧 以赛亚书应许 那个弥赛亚 他来了 他来了 要开启上帝的国度 或者说天国 上帝的国度 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从 这个耶稣的家族里 也可以 找到 一些 这个建筑 他的民族的家族 有很多很伤势的地方 家族里边呢 都挺有男的 没有女人的 对不对 我小时候 我看过我们家的一个 家族 OK 其实不是家族 是一个画像 我们一个老祖宗 是第一个人 然后都下班 全部是男的 没有一个女的 对不对 以色列人的家族 也是一样的 还有呢 这个家族是用来干什么来的 是确立一个人 纯正的 纯绝的血统 在以色列里 确认的 纯正 是被非常非常看重的 在以色拉 这个先知书里边 讲到说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因为他的 在他的家族里 找不到他 所以呢 他尽管是立位人 但是他不可以做祭司 耶稣 是鱼山亚 耶稣是大祭司 但是我们看一看 在马太福音里 记载的耶稣的家族里 有不止有那些男人 还有呢 还有四个妇女 其实有五个妇女 最五个妇女是谁呢 就是耶稣的母亲 还有四个妇女 OK 那四个妇女里呢 又不是 没有犹太人血统的 这个妇女 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 塔玛 塔玛是谁啊 塔玛是犹大的儿媳妇 塔玛 为了 为他死去的丈夫 传宗接代 居然打扮成一个妓女 来和他自己的 这个 他的儿子的父亲 叫什么来着 OK 他的 是他岳父吗 是岳父 对吧 他扳成一个字 禁语 和他的岳父 来睡觉 然后生下了一个儿子 OK 这是耶稣的福音 耶稣的家族里 记载的第一个福音 是塔玛 是一个禁语 再还有拉河 拉河不是一个以色列人 拉河是迦南人 对不对 拉河是在这个 耶利哥的一个寄语 但是 拉河听到了 以色列人的声明 上帝怎么样 带着以色列人出来 上帝怎么样 为以色列人参与 上帝怎么样 给以色列人胜利 所以呢 这个寄语拉河 就怎么样的 探索了 以色列人 太到耶利哥城的那个 town 他掩盖了 以色列人town 保护了town 然后呢 以色列人攻陷了 耶利哥以后来的 拉河这个巨人 和他的家人 就得以信念 拉河 也在耶稣的家族 再看路德 路德是摩亚人 摩亚人 和这个以色列人 是四代是仇敌 但是路德 进入到了耶稣的家族 我们都 今天没有时间讲 这个路德的故事 对不对 还有呢 这博士巴 其实这个博士巴这个名字 没有出现在这个 耶稣的家族里 是指的是 博士巴 乌利亚的妻子 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 这个生下了一个儿子 OK 那乌利亚的妻子是谁呢 就是博士巴 乌利亚不是犹太子 对不对 我们讲过 大卫做王 大卫的王位做完以后 就开始怎么样了呢 就开始贬值了 养尊处优 他们的 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 博士巴 然后呢 和博士巴 生下了几个孩子 他们 大卫和博士巴 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为什么 为什么 是在罪中生的 所以所拉 但是大卫和博士巴 生下来的第二个儿子 所罗门 对吧 最后继承了王位 那从这四个妇女 非常非常不寻常的 在耶稣的家族里 居然有四个妇女 而且居然这四个妇女里的 这是他们的身世 在以色列人看来 都是很不光 都是很不光 每一个妇女的 都是 一般来说 都从来 如果你要写你的 自己的祖先的历史 你从来不愿意提 他们的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 记载在耶稣的家库 那么再看 从这个家库里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 作为尼塞亚的耶稣基督 要来开启上帝的国 上帝的国 是什么样的国度呢 是一个仁义的 公义的一个国度 充满了怜悯 仁慈的这个国度 在耶稣要开启这个国度里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 结线会打破 女人不再是处在 卑劣的 卑嫁的这个地位 耶稣在世的时候 和妇女 读耶稣的福音 你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明显的 非常突出的一个 一个 一个现象是什么 耶稣把妇女 就尊重妇女 把妇女当作 同等的经历的人 来对待 耶稣对妇女 是充满了 同情怜悯的心 而且是同等的态态 OK 犹太人和外邦人的 障碍被打破了 对不对 拉荷 路德 都不是犹太人 对不对 和斯巴的丈夫 吴利亚 不是犹太人 对不对 所以说 上帝给亚伯拉罕 那个应许说 通过你和你的后代 世上的万族 都会蒙祝福 那个应许在什么时候 实现了 在耶稣降生 在耶稣 祂的施工医治 的施工里 在祂医治外邦人的施工里 得到了实践 OK 还有呢 欲人和罪人的区别 分别被打破了 我们说过 以色列 祝是正统 正统正统 不仅仅只是血缘 要正统 要纯洁 而且呢 要在这个礼仪上 讲究这些罪 还有在道德上 要讲究怎么样的 要纯正 律法 但是耶稣来了 耶稣来怎么样 他说什么呢 他不是要呼召义的 他是要呼召罪的 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只有病人需要医生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是要把被世人瞧不起的 处在社会底层 处在社会边缘 被社会遗忘的那些人 怎么样的 招聚起来 让医治他们 安慰他们 扶持他们 让他们知道 上帝 尽管世人 鄙视他们 遗弃他们 抛弃了他们 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 这就是 耶稣的家族 我们可以看到的 耶稣 作为尼赛亚 要开启着 上帝的国 耶稣的家族 三个十四代 主向耶稣基督 耶稣死了 耶稣来了 耶稣死了 耶稣复活了 还有呢 这并不是 耶稣的故事的中间 耶稣还要再来 耶稣的再来 就是基督徒所理想 所理解的 世界的历史的方向 世界的历史 向前载走 世界的历史 像以色列的历史一样 充满了起伏跌宕 充满了荣耀 充满了羞辱 充满了罪恶 但是上帝拯救世界的这个计划 永远不会停止 永远不会受阻挡 世界在向前在发展 世界的历史的方向 对我们来说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人类的未来 不是完全的毁灭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要更新万象 更新万象 天地都要被更新 将来会有新天新地的降临 新天新地降临的那个时候 耶稣基督所开启的这个 公义 仁慈 怜悯的天国 就完完全全的 在地上变成了限制 我们每一个主日 我们就这个祷告 用主祷文来祷告 对吧 你的国降临 你的主义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有一天 上帝的主义 会完全行在地上 那就是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说 有一天 上帝 他必在列国施行 审判 为列邦平息分争 他们必将刀剑打成梨头 将把矛枪制成镰刀 国与国不再学习战事 人与人也不再刀兵相见 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实现了 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就会实现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 跟随耶稣基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像耶稣基督那样 行公义 怜悯之事 虔诚的信套上帝 这就是意味着什么 顺应历史的潮流 当我们这样来做的时候 跟随耶稣基督 顺应历史的潮流 做耶稣基督 要我们所做的公义怜悯之事的时候 耶稣再来审判世上万国万民的时候 我们不是惧叛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欢欣 确逸 奉祖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 这首圣歌 《拥戴我主为主》